17号公路 正前话呢是86号公路的起点 西边的起点 从这边走进来 这边有一个缺口 这个红绿灯的缺口 走进来 就可以往海边去 这边非常的贴切 还有设置葱角的地方 这台南的黄金海岸 起树风针冲浪学校 那这边葱角 这边走进来 就可以到大厦边 这边有一个公杠 正前方 沙滩上隔着 隔着了一艘 货轮 这边有一些就是 养殖 鼓励的 铜架 经过海浪的侵蚀之后坏掉 就送到这上面 在我身后面 那一艘就是鸽子的货轮 今天所在这边 是在台南的喜柱 湾里这一带 那这里呢 有一艘因为鸽米台风 而浅在这里 现在还好 它都抠到汉原 那个油质啊 它的油污啊 里面的重油会抽掉 才不会污染这边的海岸 不过海岸这边被污染 这个时代就严重 这个下午的时候 夕阳西下的时候 会非常多灯 那我们停在那个 缺角的地方 走过来有一段路 大概在天黑之前 应该会走到吧 好的 走了一小段路 从刚刚的那边 白色的房子那里 走到这边 大概走了一小段路 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没有做计算 这就是搁浅在沙滩上的货轮 银子 隐隐约约有闻到汽油 走了一段路 终于到这一艘 鸽子的 鸽茄的 厚柳 這艘就是擱置在灣裡這邊的 閒置在這邊的一艘 為什麼它一定會被捷不出去 好啦就這樣 整個繞一圈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不會繞到海裡 繞半圈 感覺這艘船上搞不好還有他們的工作人員 因為前面那個梯子 它把它收起來是從上面收的 從上面收一般人就爬不上去 那在旁邊呢 有看到白色的 這是圍起來的 應該是皇子它汽油的 汽油繩 不過剛剛在南邊 在南邊那邊有聞到還是有汽油味 有汽油味 整艘船就這樣擱置在沙灘上 整艘船就這樣長得這麼長這麼大 船身都沒有標誌到底是住車在哪邊的貨的 船身都沒有標誌到底是住車在哪邊的貨的 從這邊看過去 有一台車 那是海巡 海巡暗巡人員的車 工作人員應該是躲在 那個上面吹冷氣吧 那就不管它了 蠻多人來這邊的 這邊可以吹著海風 雖然海風吹起來是熱熱的 還是很多我們在這裡 現在是中午大概十二點多 好的以上是阿州 在灣裡 海南南區灣裡這一帶 為各位所拍攝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關注我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進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